哦呦这个冷鸭 现在开始红了 春天我们可以吃春鸭 但是冬天我们也可以吃冬鸭 冬天冬鸭就是我们这个 折耳跟冷鸭 相比我们前一天有点折耳跟冷鸭 现在这个冷鸭已经开始变红了 看起来更加有湿雨 看一下有风有冷 来尝一下它现在的味道如何 这会跟着味道更浓哦 哇 脆冷方口 脂椎也非常丰富 嗯 巴士 天气越冷它就越红 如果到拉越二十多毫的时候 它会更加的红 这个冷鸭中指方式也非常简单 一层墨一层倒叉 再层墨再层倒叉 看起来是非常普通的这儿跟冷鸭 在我们四川春节期间 家家福福的餐桌上 都是来一层这么一盘 而且它也是嘴鲜光盘的 堪称蔬菜节奏的老师来师 所以朋友们你们那边春节期间 什么样的菜最受欢迎 结果的老师来自从OTHER 全都看着 老师多的老师来自从 要满 风 好